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象一下 课堂上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们讨论着全球经济的未来 偶尔还会用法语 德语 中文等多种语言插个打混 Incid的校友们常常开玩笑说 我们不仅学会了商业 还学会了如何在不同的语言中点咖啡 而伦敦商学院则以其深厚的学术背景 和与业界的紧密联系而自豪 LBS的学生们常常在课堂上讨论最新的商业案例 甚至有时会邀请行业领袖来分享经验 有人曾调侃说 LBS的学生在毕业时不仅拥有MBA学位 还能在Linted上找到一位CEO作为推荐人 在课程设置上 Incid的MBA项目通常为期一年的紧凑型课程 适合那些希望快速进入职场的学生 而LBS则提供两年的MBA课程 给学生更多的时间去探索 实习和建立人脉 有人曾开玩笑说 Incid的学生在毕业时像是火箭发射 而LBS的学生则像是慢慢升空的热气球 当然选择拿索商学院 也取决于个人的职业目标和生活方式 如果你希望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环境中快速学习 Incid可能是你的理想之地 而如果你更倾向于在伦敦这个商业中心深更细作 LBS无疑是个不错的选择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 尽管这两所商学院在许多方面存在竞争 但他们的校友网络都是极其强大的 无论你选择哪一所 毕业后都能在全球范围内 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合作伙伴 所以Incid和LBS的对决 实际上更像是一场友好的辩论 无论你站在哪一边 最终的赢家都是那些勇于追求知识和梦想的学生们 毕竟在商学院的世界里 最重要的不是你选择了哪一所 而是你在这段旅程中学到了什么 以及你将如何运用这些知识去改变世界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亚洲工程教育较量 新加坡国立大学PK香港科技大学 在亚洲的工程教育领域 新加坡国立大学NOS和香港科技大学HAST 就像两位记忆高超的武林高手 时不时在学术江湖中切磋较量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两所大学的武功秘籍 看看他们各自的独特之处 首先新加坡国立大学NOS 以其深厚的历史和广泛的学科设置而闻名 成立于1905年的NOS 犹如一位历经沧桑的老前辈 拥有丰富的经验和广泛的国际合作网络 NOS的工程学院在多个领域都表现出色 尤其是在土木工程和电气工程方面 常常被评为亚洲乃至全球的佼佼者 想象一下NOS的学生们 就像是工程界的复仇者联盟 各自拥有不同的超能力 齐心协力 解决各种复杂的工程难题 而香港科技大学HAST 则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后起之秀 成立于1991年 凭借其创新的教学模式和前沿的研究方向迅速崛起 HAST的工程学院在人工智能 机器人和数据科学等新兴领域表现尤为突出 仿佛是一位充满活力的年轻侠客 时刻准备着迎接新的挑战 HAST的学生们常常被称为科技小达人 他们的项目和研究成果常常让人眼前一亮 仿佛在说 看我能用代码做出一只会跳舞的机器人 在教学方法上 NOS和HAST各有千秋 NOS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强调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 常常会组织各种跨学课的项目 让学生们在真实的工程环境中锻炼自己 而HAST则更倾向于创新和创业 鼓励学生们大胆尝试 甚至在课堂上就能碰撞出许多新奇的想法 仿佛在说 失败不可怕 重要的是你能从中学到什么 当然 除了学术和研究 这两所大学的校园文化也各具特色 NOS的校园就像一个大型的国际化社区 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 在这里相聚 交流思想 分享文化 而HAST则以其活泼的校园活动 和丰富的社团生活著称 学生们在学习之余 常常会参与各种有趣的活动 仿佛在说 学习固然重要 但生活也要精彩 总的来说 新加坡国立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 在亚洲工程教育的舞台上 各展风采 由如两位风格迥异的武林高手 既有竞争又有合作 无论你选择哪一所大学 都将是一次 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旅程 希望未来的工程师们 能够在这两所学府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武功秘籍 在工程的江湖中大展拳脚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北美法学院竞争 哈佛大学 PK耶鲁大学 在北美法学院的竞争中 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 无疑是两位重量级选手 就像拳击赛中的 梅威瑟和帕奎奥 谁都不甘示弱 今天 我们就来聊聊 这两所法学院的对决 并且穿插一些幽默的故事 让我们在严肃的法律话题中 也能轻松一笑 首先 哈佛大学法学院 Harvard Law School 以其悠久的历史 和庞大的校友网络 而闻名 想象一下 走在哈佛校园里 随便碰到一个人 可能就是未来的美国总统 最高法院法官 或者是某个大公司的CEO 哈佛的法学院 就像是法律界的黄埔军校 培养了无数的法律精英 而耶鲁大学法学院 Year Law School 则以其小班制 和重视学术研究而著称 耶鲁的学生们 常常被认为是书呆子 但实际上 他们的辩论能力 和批判性思维 可不是盖的 耶鲁的法学院 就像是法律界的文艺复兴 在这里 学生们不仅学习法律 还会讨论哲学 政治和社会问题 甚至可能在课堂上 讨论莎士比亚的法律观 有趣的是 哈佛和耶鲁的竞争 不仅体现在学术上 还体现在招生过程中 哈佛的招生观 可能会在面试中问 你为什么选择哈佛 而耶鲁的招生观 则可能会问 你认为法律的本质是什么 这就像是两位 不同风格的厨师 一个专注于食材的选择 另一个则在思考 如何将这些食材 变成艺术品 在校友方面 哈佛的校友网络庞大 几乎可以说是 法律界的蜘蛛网 无论你走到哪里 总能找到一个哈佛的校友 而耶鲁的校友 则更像是影视 虽然人数不多 但各个都是精英 往往在各自的领域中 默默发光 最后 值得一提的是 哈佛和耶鲁的法学院 在某种程度上 也反映了 美国社会的多样性 哈佛代表了传统和权威 而耶鲁则象征着 创新和批判 两者的竞争 不仅推动了 法律教育的发展 也为学生们 提供了多样的选择 总之 哈佛和耶鲁的竞争 就像是一场 精彩的法律盛宴 各有千秋 谁也不甘示弱 无论你选择哪一所法学院 最终的目标 都是成为一名 优秀的法律工作者 推动社会的进步 希望未来的 法律精英们 能够在这场竞争中 找到自己的位置 成为法律界的超级英雄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 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走马观花 逛了一圈欧洲 亚洲和北美的商学院 与法学院 见证了他们之间的 风格对决 不论是 NC和伦敦商学院的 优雅舞步 还是新加坡国立大学 与香港科技大学的 武林切磋 再到哈佛大学 和耶鲁大学的拳击赛 真是让人目不暇接 总结一下 虽然这些学府 各有千秋 风格迥异 但他们都在为 培养未来的商业领袖 和法律精英而努力 NC以国际化为傲 LBS则以业界联系建长 News传承悠久 HAS则蓬勃向上 哈佛和耶鲁 更是如同两位重量级拳手 互相较量 共同提升法律教育的高度 深入分析一下 选择哪所学院 不仅仅是看他们的排名和声望 更重要的是 要考虑自己的职业目标 学习风格和生活方式 无论你是想快速进入职场 还是希望在学术上深耕细作 亦或是追求创新与创业 这些学院都能为你提供 不同的机会和资源 正如大家常说的 选择恐惧症 在这里完全不需要 因为无论你如何选择 都是一场精彩的旅程 最后 我邀请各位观众参与讨论 分享你们的想法和观点 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是更倾向于NC的多元文化 还是LBS的实战经验 又或者你对News和HAS的竞争 有什么有趣的看法 欢迎留言 让我们一起聊聊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订阅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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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